小安土耳颱风逼近南台湾陆地 带来强劲的风雨 甚至七项鼠也罕见发送了 强风细胞简讯 希望大家可以待在室内不要离开 强风狂吹导致不少骑士 连人带车被吹倒战都站不稳 还有民众放在二楼露台的洗衣机 整个被吹到了另外一侧 甚至连公庙的牌楼都硬生生被吹垮 好几名骑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强风狂吹有人直接雷惨 还有人刚扶好机车 强风一吹被机车拖着跑 他被吹倒了 眼看机车躺在地上 骑士根本没法救 因为连自己都站不稳 强劲风雨别说龙头很难稳住 后座乘客也坐不上去 山陀而台风风雨强大 南台湾更是强风袭来 一大早高雄民众就被强风细胞简讯吵醒 14级阵风威力 不止骑士连车都不能骑 还有民众撑伞出门买宵夜 风大到不但人差点被吹倒 就连雨伞都要开花 外面行人骑士寸步难行 但在家里东西也是被吹的乱七八糟 二楼露台看过去脚踏车倒成一片 更夸张的还有这个 天啊怎么办 我搬不动耶 洗衣机被吹到转了90度 转向另一侧墙壁 民众看得傻眼 只是去卖场买个东西 回到家就看到这副模样 要不是拖着水管 插头也没松脱 恐怕吹得更远 除了民众家里洗衣机乱跑 就连店家冰箱也被狂风吹到逛大街 四门冰箱被吹到马路 就怕被风继续往路上吹 民众看到赶快报警 风势越来越强 树木不敌 在风雨中瞬间倒下 压到底下停放的特斯拉 还有路数倒下来砸中学校围墙 而在小港前镇古山都有路数倒塌 占据车道压坏车辆 林雅区则是有停车场 铁皮威力倒塌 紧急拉起封锁线管制 古山区的宫庙牌楼也被吹垮 整座倒下来 八马路堵住无法通行 警方立刻到场排除 山头儿台风威力惊人 风强雨大 妙城高雄不少灾情 民众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记者梁子月王秀成高雄财富报道